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身躲开了防守 好球 这个球打得行云流水 罗杰斯的第一角的中头稳稳动作 这球留帅又只一次反规都会给上海罚球 那对于天津的防守就非常的着急了 他的动作上可能会受的限制比较大 而且弗莱特又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野 罗杰斯再传 罗杰斯再传 好球 弗莱特 一个脑后的传球 好球 彩量第一角三分稳稳打进 这就上单外圆 就是这样 反正你前三节必须得有一节是单外圆就行 至于具体是哪节呢 没有限制 弗莱特5 这个空中的核心力量是真强 制空之后一个小拉高 比较大的干扰 这次在左侧还是命中 这会又上了天眼 防弗莱特一上来又反规 他在进攻端也是很重要的 他是以很重要的外线三分点 防我们看直接被抢断 反击的机会 弗莱特 一上来就三分命中 弗莱特 我也换一个 刘帅比较近距离的跳投命中 天津把握机会的能力是真强 就是但凡出现空位 队友一定能出后 没有第一时间换下 这麻烦就比较大了 这球进行吃掩护 吃的比较严重 教练认为他这个防守有问题 因为佛神是只要你给他0.5秒的空档 他就能出手 所以说一般防掩护啊 都是从内侧挤过掩护 不能这样绕过掩护 那这样换外园了 上了罗杰斯特 博拉切下去休息一会儿 博拉切因为打的时间很长 第一阶打满了 第二阶又接着打 天津这边就是能抢篮板的人非常多啊 还是那个老问题 转换中又被弗莱特打成一个二接一 这球进行 主教练还是很不满意 就是说 投进之后啊 得全速往回跑来推放 这一截 这球比达特已经得了12分了 一上来就进了一个三分 然后篮下冲抢篮板 边线发球被抢断啊 盐鹏大空外 直接命中 上海这一截用联防 那么防守效果明显比第一截要好 在迂攻 福财特从中鲁长驱直入 泡头的 这个这个打法是吧 福财特又是转换的上篮轻松打进 刘伟刚才在 中投还是没进 又是转化 这边 抢下篮板之后呢 没有人去打抽 那么如果天津队的每回你两个人下快攻 我就五个人跟你跑 那这么跑下去的话 一劫下来体能消耗就太大了 每回你就是弗里莱特加一两个后卫 两三个人过来 然后我退防的时候呢 你得五个人全都退回来 才能防得起来 那这样跑来跑去的 是不是一会儿体能就没了 下半场就没法打了 弗里莱特 上海的外线几次传导球 没有出现机会 上海市真有底气啊 甭管进攻打到多少秒 弗里莱特接球 比较机会怎么样 太厉害 一分探官是出 今天石德帅三分球是三中一 转换又给了弗里莱特再中 有没有弗里莱特转换的效率太大 天津的大外线受伤 阿尔德里奇受伤 受伤这罗里莱特是单外线在顶 这么大的岁数打了很长时间 再加上又感冒 从头顶上方 像现在把手探在身前 是非常容易被对方抓一个 石德帅篮下小勾手 也是探空而出 再加上又是很轻松的一条路上了 像阶级是不走的 所以说呢 所以说就是能消耗一些时间 下两段 来师兄们 放手 这场征着去五罢 布莱特不 三加一 田野又没空入住 这场田野是六饭离场 六饭饭吧 田野今天上半场就吃了四个 这双分如果十分之后 那时候这十分之后 我们在这下半场就好了 准备了 现在今天 这三角 我们看呀 今天这个操约 我们看就 Nederland 在这一层一端 中文字幕 李宗盛